大家好 新年快乐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虎虎生威 生龙活虎 虎气十足 虎背熊腰 如狼似虎 别着急 我真没说错 我是祝大家的投资组合 虎背熊腰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裁员如狼似虎 既然新年了 那现在的股市情况 也不是那么好 今天这个视频呢 作为一个新春特辑 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咱们避税的几个方式 当然是合理合法的避税 如果大家喜欢我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的视频点个赞 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好这里再说我们避税之前 要说我们每个人在投资 在挣钱在节省的时候 比例个是多少 其实呢 咱们在挣钱的时候 挣钱占了49% 然后省钱也占了49% 那投资和理财呢 只占了2% 所以现在一季度 美股和加密货币情况都不好 咱们也没必要一直在这2%上抓耳脑塞的 所以说咱们除了努力挣钱之外 咱们现在啊 报税季就要想想怎么省钱了 所以今天如也行者和大家分享 5个省钱避税的小妙招 那在以前的视频当中 如也行者和大家说了很多避税的方法 都是把最重要的放到最后说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咱们把最主要的避税方式 放到第一位说 所以第一点就是要开展自己的副业 或者说有自己的生意 首先这里和大家说一下 如果每一个人都只有一个W2的工资表的话 只有这一个的话 基本上您是避不了什么税的 也省不了什么税 除了您有孩子或者说有家庭其他方面 因为W2就是雇主给咱们发的 该交税的都交了 避税方法呢真是没有 所以如果说屏幕前的你只有一个W2的话 那么在新的一年里 您一定要努力开创自己的生意 或者有自己的business 那这一点呢 其实也非常的容易 不是说大家领了一个W2 想开展自己的生意 就需要在课余时间自己去开创一个公司 做那么大的一个生意 不不不 在这里其实很简单 其实如果说您拥有1099表格的话 就很方便避税了 相信屏幕前的很多人都有着自雇人士的经历 比如说我去送外卖 或者去坐Uber司机 都是有1099表格的 您的很多开销是可以抵税的 因为它是商业中的开销 所以大家听清楚 如果说自己有了自己的小生意 小business之后 您在您所有商业上的开支 都是可以抵掉的 那您这个时候说了 那和我的W2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关系非常大 因为咱们每个人报税的时候 不是说W2报W2的税 1099报1099的税 我们调整后的总收入 是把我们所有的收入加在一起的 那比如说我的W2每年挣10万块钱的话 那我的1099挣了1万 但是我这个1099我这个生意上面做了很多的开支 举一个例子 我开支了2万的话 那么我的总收入10万 W2加1万 1099就应该是11万 再减去这个商业的开销2万 所以我的总收入就变成了9万了 那这样子之后 肯定9万和10万 9万的税要少一点 当然这只是和大家举个例子 大家一定要弄清楚自己的商业开销 而自己有了自己的副业之后 商业开销就很明显的容易增加了 所以第一点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自己的副业 我给大家举例子可以是很多很多 比如说开YouTube频道 小如远行者一样 比如说我在闲暇时候帮别人去做翻译 比如说我在闲暇的时候 给我出去送外卖 或者说开Uber或者Lift都可以 与之相关的花销都可以用来抵税 那这个时候可能很多朋友要问了 那与之相关的开销也没多少吗 这个时候话不能说的太明白 其实有了自己的生意了之后 有了自己的副业了之后 你是很容易把自己的商务开销变大 所以说白了 就是所有一切的开销 只要和你的生意或者Business相关 都是可以用来抵税的 这一点毋庸置疑 是一个非常好的避税方式 但是大家也不要去踩法律的底线 咱们该是与商业相关就与商业相关 自己平时的生活开销是不能用来抵税的 这一点大家需要清楚 好说完的第一点咱们来说第二点 第二点我认为是次重要的 就是仅次于商业开支了 就是长期投资 因为大家都知道咱们在投资 美股投资加密货币的时候 如果说有盈利是分了长期资本利得税和短期资本利得税的 如果您是短期资本利得 也就是在一年之内您频繁的交易有收益 您收益的这个部分是要按短期资本利得收税的 税率是相当高的 只要你投资坚持一年以上所盈利 可以算作长期资本利得 长期资本利得的税率非常的低 可以说比短期的资本利得税要降低了有一半 而且它也是要根据你自己的总收入 如果说你的总收入偏低 可能你的税率就更低了 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而刚好在投资美股的时候 其实长期坚持的投资才是有更好的回报的 所以合了而不为 这简直就是一石二鸟一箭双雕 所以如果说大家现在还没有开通美股账户的话 如果想要开通开始投资的话 也可以使用路远行者视频下方描述栏的链接进行注册 因为我的链接注册我们俩都有一定量的免费的奖励 而且现在美股的一季度情况不是特别好 比较低迷 如果说您现在愿意坚持长期开始投资的话 我觉得不妨现在开始是一个好的时候 第三点 当然就是最大限度的利用自己的福利了 哪些福利和退休相关的 如果说您的公司有给您提供401k的话 尽可能的去match它最大的限额 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 只是和大家点到为止 如果说您的公司没有401k 您可以开通个人退休金账号 就是Roth IRA或者传统型的IRA 我之前的视频里和大家说了很多 如果说大家有兴趣可以点击视频下方描述栏的这些链接 可以进去观看一下 当然在屏幕的左上角还是右上角 就是有一个小圆圈里边有一个i 点击它也可以进行观看 在里面我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Roth IRA 还有传统型IRA的一些区别 还有供款原则 而我自己使用的退休金账户是在M1 Finance开通的 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在上面也开通了的个人投资账户 如果大家有兴趣 不要忘了用底下链接开通 第五点就是健康储蓄账户了 HSA拥有高免赔额健康保险计划的员工 可以使用HSA来减税 通过工资直接扣除是不算到员工的应税收入中的 用它来支付合格的医疗费用 取款的时候都是不征税的 2021年个人最高免赔额为3600元 家庭为7200元 而2022年个人最高限额是3650美元 家庭的最高额是7300元 还有最后一点 第五点就是申请税收抵免 大家都知道税收抵免的 英文是credit credit可能不一定会给到你 但是会从你的税额当中给您抵扣 在2021年低收入的纳税人可以申请最高 6728美元的抵税额 当然儿童税收抵免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有孩子的家庭 一定要注意 其实这些税收抵免 大家不用特别的去申请 像我自己使用的是Turbotax这样的报税工具 在我自己报税的过程中 如果我个人符合资格 他就会自动提示我 如果说您是有个人的会计师的话 我相信专业的会计师也会提醒到你 那这里其实就说完了五个我这个视频里边想说的 避税的方式 其实最重点最重点的就是第一个 就是有自己的副业增加自己的商业支出 那这里要和大家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有必要每年都报很高的税吗 很多人可能会想 我为了领一个比较高的退休金养老金的话 那我是不是每年报高的税比较好 其实我个人觉得报高的税 也和我们自己养信用分数一样 就是我们需要用它的时候 在前后注意一下提高自己的报税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觉得我现在暂时不买房的话 那我尽可能的会报一个相对较低的收入 那如果说我准备有买房的计划 那我基本上就是提前两年来报一个高的税 这样保证我有更多的贷款就可以了 当然我这一点是我个人的一个做法 所以我们有建议大家同样的用这个方法做 最主要的我记得大家如果说在这方面有什么疑惑 可以去咨询一下专业的会计师 有专业的会计师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然后让我的粉丝朋友们知道最好的避税方式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视频内容了 大家好我是如愿心者祝大家新年快乐 拜拜